台湾人民 有信心 欢迎收看民事政经第15集的报处 我是新宿台课 科长新教授 我们今天要向各位报告 由郭巴叫美国的故事 来看台湾叫中国的经济关系 还是可以证明到 台湾叫中国做当西兴的无应 对我们台湾非常不利的一个故事 郭巴 他的第一位置 是在北美洲的洞南风 一个海岛的国家 我们台湾 是中国的台力 洞南风 也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郭巴 他叫我们台湾 有两个所在很小 第一就是 他以前的赞金 轻轻轻轻轻jer 来帮他 pies 我们台湾的儿子 也要求荷蘭人來責任 也要求中國人把我們占領兩百十二年 郭巴的緯度是在北匯幾山差不多 叫我們台灣也是在北匯幾山 所以郭巴叫我們台灣的緯度還非常接近 他的人口一千一百萬當然是我們台灣的一半而已 郭巴因為他的緯度的關係 或是一個海道國家 所以他叫台灣少爺都很適合掌握 郭巴去讓西班牙人來責任 責任三四百年 在這個三四百年的中間 美國人的國土漸漸對東北風阔天來到南米 甚至去到加州 在這個過程美國人因為叫郭巴 地理為地很近 對佛羅里達去郭巴是很近 甚至十八世紀 就開始有很多美國人 走去郭巴去郭巴到處 在一百九百年前 因為美國人開始去郭巴到處 人一個座之後 美國人國家一個漸漸強之後 美國曾經有兩三次都提議 他要向西班牙買郭巴 但是西班牙人開的家座非常高 所以美國人在十九世紀 出兩次家座 西班牙人都不來 因為西班牙人出的家座非常高 所以雙面都說不好 來到一百九百年 郭巴人開始去郭巴人 郭巴人開始去郭巴人 要對西班牙來獨立 郭巴人已經去郭巴人成功了 對郭巴的世民已經 那時候當然要去郭巴人 社會會比較亂 所以說美國人要派一隻軍艦 去郭巴的修復叫做哈娃娃 民意上要去郭巴人 要保護美國人就對了 但是這隻美國人 這時候趁民載到二百六十六的美國的領兵 去到哈娃娃娃的外海 接著就被拼起了 拼起後沿下 所以是二百六十六的美國人 這時候美國人說 這次的燈順的巡情 是你們西班牙人故意來拼我們這隻軍 事实上过一两百年之后, 人家去乌这些军上来研究, 是美国这些军,它的原刃乌伦自己去拔去, 事实上证明并不是西班家人来拔掉这些军, 是古巴的外海这些美国军,它的原刃自己去拔去, 但是当时不知道,当时美国一求家庭, 这就是我们西班家人,将我们美国军炸掉, 所以美国对西班家来宣战, 开始美国战争后,当时美国已经军业几军, 所以美国已经做出很多由抗体,由替邦所做的践准, 西班家的军队,都是用原木所做的目准, 虽然目准很大价, 但是他总是将美国新的军队没有特别, 所以这个美国战争主要的战争, 就是在我们台湾的隔壁, 菲律宾的曼尼拉外海, 在这个曼尼拉外海, 这个美国军到那里, 叫菲律宾的原住民合作, 在攻打西班家人, 结果在曼尼拉外海, 美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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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又不是战士, 西班家的军队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了, 就去到欧洲的巴雷, 美国将西班牙, 就拯开和平交换, 要来担背上, 簽和平合作, 这个时候, 美国人就要求, 你会让菲律宾, 管道, 葡萄利哥, 这三个要帮我美国, 那郭巴呢, 美国人拍摄说, 郭巴我们要帮他, 如果美国人说, 郭巴要让他独立, 郭巴让他独立, 所以说, 郭巴呢, 在1900年, 我可以来顺利独立, 独立, 他要帮他独立, 但是美国人, 他要帮他独立, 郭巴能才可以独立, 郭巴能在这里, 很多人说, 当时我们在求民, 已经在社会, 已经打到郭巴的担保, 我们不断他们, 我们也是要独立, 但是美国人告诉他们, 他说, 我们美国人, 要帮他独立, 你们今天, 郭巴能才可以独立, 所以, 你们, 我们郭巴, 叫美国, 我们来签一个合约, 甚至在你们郭巴的宣传, 要接受三个条件, 如果你们郭巴要接受这三个条件, 我们美国, 也支持给你, 对1900年来独立, 做一个国家,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们郭巴有一个港, 叫做, 冠塔玛北, 要来做我们美国人, 这个冠塔玛北, 告证要做美国人, 第二个条件, 就是你们郭巴要保障, 我们美国人, 在郭巴的, 投资教经济利益, 第三个条件, 就是你们郭巴不能, 引进其他, 其他国家的, 政治生力, 其他国家的政治生力, 二百郭巴, 如果你们要接受这三个条件, 而且, 这三个条件, 则利你们郭巴的, 宣传里面, 这样, 我美国人, 不是只给你们郭巴独立, 我们美国人, 把你们郭巴奔礼, 就是说, 你们主要接受这个安排, 你们郭巴所生产的, 分操, 感谢藤, 少来我们美国都领关税, 我们美国的东西, 收到你们那里, 你们给你们郭巴奔礼, 但是你们郭巴的, 分操, 叫藤, 少来我们美国都领关税, 郭巴人, 那时候听到这个条件, 我这真好啊, 片面的, 就是我们郭巴的东西, 让人领关税, 因为在美国, 感谢藤, 分操, 我们主要就是在生产这个, 这对我们郭巴优利, 所以说, 郭巴人接受这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甚至郭巴憲法, 甚至到193数年, 郭巴人一开始, 连准说, 这是对郭巴很优利的安排, 我们对这个, 美国和郭巴片面的, 某一个优惠, 我们可以看出说, 全中国在对我们台湾片面, 在说, 一带一宪, 这条, 想要台湾的政策, 那是对我们台湾优利的, 我们休息一下, 咖啷, 再继续来跟各位做分析。 欢迎回来民視正经的现场, 我们刚刚在用, 郭巴乔美国的片面奉利的历史, 要向各位认证到, 中国现在对我们台湾, 用一个一带一带的片面友谊的政策, 要来买需要我们年轻人, 买需要我们台湾的基点社会,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对我们台湾非常不离 会买收的通前的政策 郭巴在1900年 形式上来对西班牙独立 但是实际上 所变成美国的盘地面地 因为美国人 偏民对郭巴来奉利 来让郭巴的感情团分操 可以领关税 消失于美国 所以说 郭巴人一开始非常欢喜 他有这些偏民的幽态 美国的东西来我们郭巴 我们去关税 我们郭巴的东西去美国 投分操不需要关税 所以因为这个经济规模的 课论没多久而已 整个郭巴党 都在争分操 都在争感情 都在享受偏民消费美国 领关税的幽态 但是各位 因为一家偏违的跡价格 华与摆放 就是因为他比较收费的けて 就是因为他由接受国 施 Angeb 它是ating 因为이어 både 争感情 对于 因此 土地的價格就變價,土地就賣貴了 賣貴,這個時候美國人做工的產品,行銷全世界,賺到錢後 就拿錢來買古巴的農場土地,到沒幾年而已 古巴人發言說,我雖然我們的感情分操領關稅在美國 但是古巴的農場,不論是種感情,種分操,土地的所有款,農地的經營款,老闆都變成美國人 古巴人,不論是黑人,是西班阿人,是粉絲的,全部都在做美國農場的農場工 所以這個時候,古巴人開始探索,古巴人開始探索,到農場台前後 古巴人完全看出這個片面的模擬優惠,輸到古巴,幾國,農場美國人的,銀行貸貸,美國人控制住的 甚至,媒體的新聞,也是美國人的媒體控制 所以,來到日出台前後,古巴的總統,不一定有實權 所以,美國的媒體,New York Times,有辦法來控制英雄古巴的政治 很多事情,古巴總統一個人沒辦法探索,就要清洗美國人 就要看這個美國大勢,他的意見怎麼做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古巴人切開後 所以,古巴人在1955年,選出一個Dibartista Dibartista這個總統,是古巴人民選的 這個Dibartista很愛國,所以他就開始不聽美國人的話 要來救古巴這些農民,保護古巴這些農民 這個時候,美國人就說,這個新的古巴總統Dibartista 竟然不聽話,我說這個Dibartista貪腐 這個Dibartista有貪腐嗎?我事實上沒有去研究 但是,美國人就是主張說這個Dibartista貪腐 但是,人民客就是這個Dibartista,他是愛國分主 所以,他開始不聽靈華盛頓,開始不聽美國人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人開始找一個年輕人出來推翻民選總統 美國人在1955年,去經營一個官大年輕人叫做卡司廚 美國人來跟他協助,來配備他的軍事實力 來協助這個卡司廚 再透過美國美國里古巴的報紙 萬一客,叫做New York Times 怎麼這樣協助卡司廚 來推翻到這個古巴民選的Dibartista 美國人,連輪說這個卡司廚應該會聽美國人的話 結果,美國人看不到 美國人這次看不到的人去,卡司廚比Dibartista更愛國 卡司廚對古巴的經濟以來美國 整個政治、媒體,都去給美國人控制這個狀態 強加反感就對了 所以,卡司廚去理應美國人跟他協助,讓他變成留守了 在1955年代,就開始去找蘇聯 那時候,美國叫蘇聯在世界正在領導權 卡司廚去選共產主義,來引進蘇聯的社群 來提供他軍事顧問,訓練古巴的警察部隊 蘇聯的軍事主委來協助卡司廚 卡司廚不必繼續聽美國人的 這個時候,美國人這麼快都去看不到人去 美國人就要想辦法來推翻卡司廚 所以美國曾經在1961年來協助訓練流亡的古巴人 來反共古巴,朱鑼灣 朱鑼灣這個事件,後面就是美國人提供軍事配備 來協助流亡的古巴人 因為卡司廚他採取共產主義後 那時候,當然有些古巴人會去破壞 離開古巴走去美國 尤其是佛羅里達那些很多 所以說,美國人在1961年來協助到 他們流亡的古巴人來反共古巴,叫朱鑼灣事件 結果呢,卡司廚台領他們古巴的共產部隊 美女手拿,這樣親身去應見這個 美國所協助的開放軍 這樣呢,雙方修正起來之後 卡司廚打贏了 卡司廚打贏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卡司廚都 如果這個狀態又繼續讓美國這樣 來套過這些人又來入侵 卡司廚他這個地位沒辦法確保 所以在1962年 卡司廚都去找蘇聯 要來引進蘇聯的飛團 來放大古巴 他的元祖團 還要來放大古巴 所以申請美國叫蘇聯機跟古巴的飛機 古巴飛彈飛機就是這樣來 古巴飛彈飛機發生之後 美國叫蘇聯開始電開飛機 因為古巴是美國的後飛行 如果去後飛行、去蘇聯放元祖團的飛團 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就非常飛行 所以說美國叫蘇聯開始電開飛機 蘇聯就跟美國說 你也在土耳其也是我後面飛行 也把我放開飛機 我來在古巴放開飛機 所以我大概八段而已 所以雙民拌範 雙民拌範之後 這個美國叫蘇聯特性協議 你蘇聯不需要將飛團 叫我們主導團拿來古巴 所以美國要用經濟的手段來補充 用經濟的手段來補充古巴就對了 不要叫古巴做貿易 不要出口東西去古巴 古巴也不能收東西來我們美國 所以這個英國有進運 叫保育卡抵制的政情 維持幾半世紀 到卡斯處要試進行的問題 才來處理 所以美國叫古巴的這個 元氏政策 就來到整兩三年了 才改善 所以說各位 古巴叫美國之間的關係 看古巴人多少犧牲 就是當時的古巴人去接受 美國這個片民的這個 經模模域的郵輝 甘蔗粉炒 領關水於美國這個郵輝所作成 所以說我們真的看回台灣 台灣叫中國這麼認真 中國現在國家目標就是要拿台灣 所以本來要用X法的政情 要來讓我們台灣叫中國 這樣經濟密切的結合 這樣來依頌必須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台灣人叫本土社團 再反對X法之後 現在服務業協議 所以要來對台灣的三中 中南部 中小企業 中下階級 再來三一百的學問後 再來對少年人來幫你 現在看三中的政策不好 所以現在收證說一台一山 要來對少年人這台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旗展 尤其是中下階展 來榜利 來賣收我們台灣人 對郭巴教美國的故事 你就知道說 中國片民對我們台灣的鳳梨 這是會輸在我們台灣 一步一步去讓中國 衣胸必須 和主權化不去 經濟生活也不去 所以我們台灣人 大家要可以清清 知道說中國 一台一山 這是片民 要來賣收我們台灣的一個 包藏獲薪的政情 很感謝各位今天會收看 我們後禮拜再繼續 來跟各位來做分析 感謝各位今天會收看 感謝 感謝